你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撞了一下 止疼的 我要的东西你带来吧 上次说好 我要DP的一个职位 你要去哪个地方 香港 我尽量跟衙门 他想用清城的店把我的DP店给包围了 看起来 这很长的 在我背后又开了新的网络区 看来 他们和DP要争面交付 是直接绕过 大家还好 我有这个计划书 我就可以早就做准备 不过还是劝你 这次就别再混入什么假扭口 找人假装过敏精神 你怎么知道 我在服装行业这么多年 咱们可能不知道 不 没关系 现在这些世人 都跟我无关 你这脸 是不是自己装 我看到了 我还以为你和黎智诚 是同事啊 朋友啊 甚至亲戚 我还防着你 说实话 说实话 清城的扭扣和过敏事件 是我亲手策划的 但是我不觉得我很成功 因为我没有把清城和问答 置于死地 现在你各位 你拿了这个计划书 拿了我的过分 你想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柔缘 但是我呢 我为了你这个事情 把我所有关系都弄僵了 甚至把我最爱的女人 她都要离我外去 你说离了这么多金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呢 不过有一点我还是弄不明白 本来是可以共生的 那为什么非要弄得你死我怪 不可能 我还在家里想走 这些人 你不想到吗 昨天我尽管我 反正就是你 我跟上的干事 我像我来说 如果 season 你的我 我准备你 你不想到你 只有这种方法 这就是德尔文进化论的 逝者胜存 那计划书你慢慢看吧 我将远抖云 将会休息 请 倾城的牛靠和过敏事件 是我亲手策划的 但是我不觉得我很成功 因为我没有把倾城和文大 置于私地 大人的拳你为什么不躲开 演戏吗 就该往真里 不过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背叛你 我一直都很信任你 而且我知道 你抵押贷款是为了利金源 所以我接下来 就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把骨盔卖给DP 其实是用了一招一石二牛 第一 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 第二 是为了博取皮特的信任 拿到这个录音证据 我 但是如果没有你的配合 这场戏以为 我估计就眼砸了 从你让凌昂跟踪我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事 那份《清城计划书》后面是假的 皮特很快就会发现 对了 靳元说他心情不好 要飞走几天 具体我也不知道去哪 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我要拿着证据去起诉他吧 好 我去了 好 我去了 你们现在设计的这套礼服呢 没有问题 很漂亮 但我觉得 现在的设计还是过于保守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大胆一些 再用国际化设计里面的基础上 加入更多中国传统面料的工艺 更突出我们的品牌特点 这才是我们《清城》要做的事情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请 颜真拿到了皮特亲口传认的录音 可以作为过敏事件 和扭后颤甲事件的有效辅证 真的 太棒了 你就放弃设计吧 我现在要去警局报个案 你注意安全 晚上回来再说 放心吧